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波波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15号 星期五,奴隶11月初三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全民药物保险 儿童在TTT公车造型前 警方追回被盗高端车 大货吞噬多伦多千万豪宅 男孩捅人被控谋杀 莫德纳癌症疫苗大突破 多伦多警方通缉引诱孩子的名字 加拿大筹划大设计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容 加拿大全民药物保险 联邦罪股党和新民主党 已同意将全民药物保险计划的谈判 延迟到明年 新民主党表示 他们已经同意将全民药物保险计划的法案 提交日期定在3月1日 自由党少数政府 依赖于新民主党的支持 是基于两党签署的信任和共用协议 根据各协议 新民主党同意支持政府的重要立法 确保其继续执政到2025年6月 作为交换 自由党推进新民主党的几项优先政策 新民主党的优先事项之一 是在2023年底之前 通过加拿大药品法案 然后由国家药品管理局制定 全国基本药物处方和区量采购计划 新民主党健康事务评论员表示 同意延长讨论时间 与执政党的谈判仍然具有建设性 双方都在取得进展 加拿大人正面临高傲的生活成为 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继续推进全民药物保险计划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联邦卫生部长的办公室 正式已达成的延期 儿童在TTC公车遭性侵 本月早下时候 一名10岁的儿童在达成一辆TTC公车时遭到性侵 警方正在寻找一名嫌疑男子 据报道 2日下午1点30分左右 这名10岁儿童在Farmes Avenue 搭乘一辆向北的公家扇事 被一名男子不当触摸 这名男子在Lorris Avenue的路口 东南角下扇事 翻朝这名儿童做出了与性相关的动作 嫌疑人大约50多岁 中等身材 兔头 满脸胡子 警方追回背道高端车辆 警方发现价值超过300万元的数十辆背道高端车 对一名宾内男子和其他妻人提出近100特效向指控 嫌疑年龄最小的仅17岁 年龄最大的26岁 华特铸警方表示 自6月至11月共接到84起被倒车辆的报告 警方对该地区以汽车倒下团伙展开调查 小偷们瞄准了高端的SUV和皮卡车 包括Lexus RX350 丰田 海亚兰 雪佛来 Suburban 雪佛来 太后 和倒计RAM等车型 小偷们利用重新编码技术图 使用电子设备访问车辆的针断系统 重新编成空白月车 然后驾驶车辆离开 调查车辆失去的过程导致了警方搜查多数驻载 共找回了45辆背道车 警方分享的照片显示 部分车辆被发现在在集装箱里 在突击搜查的中 警方还发现了大量的现金 空白钥匙和重新编码设备 大火 推迟多伦多千万号车 多伦多消防机表示 6点左右 消防机接爆到Yelkminus加 被未有LV大火烧毁三层房屋 屋顶塌陷 这种房屋正在市场上挂牌出售 售价为1380万 房屋的草坪还挂着 出售标志 男孩捅人被控摩杀 上周末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在 Dominus地铁站赤道上人 目前正在面临摩杀未遂指控 12月9日下午3点30分左右 多年警方被叫做Dominus和ChefLV附近的TTC站 一名17岁的男孩被刺杀后 两名年轻人发生了打斗 他被紧急送往一眼 上市被遗受命 警方表示 嫌疑人试图乘公交车逃跑 但被警方追踪并逮捕 一名14岁的男孩面临思想证控 包括默杀未遂和故意伤害罪 另一名14岁的男孩也在现场被逮捕 他面临着持有武器的证控 两人周日都在多人多法庭出庭 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 嫌疑人的身份不能公开 莫德纳矮症疫苗大突破 根据中期试验书记 莫德纳和默克合作的 试验性癌症疫苗与默克长销疗法 Kentrobar联合使用 打药三年后 可使致命的皮肤癌患者死亡 或复发的风险减少一半 显出该疗法在较短时间内的有效性 莫德纳执行官表示 该疫苗可能会在2025年或之前 获得监管批证 根据此前公布的早期试验数据 在使用月两年后 莫德纳疫苗和Kentrobar组合 将黑色素瘤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风险减少了44% 并将癌细胞在体内扩散的风险降低了65% 而新的实验结果表明 在患者接触了更长时间治疗后 癌症疫苗与免疫疗法 仍然能够为黑色素瘤患者提供有意义的健康益处 多人的警方通缉引诱孩子的女子 多人的警方在周四发布的新闻稿中称 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 正在步行前往布洛尔和斯巴丹尔地区的伊亚图尔所时 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开始对他们大喊大叫 这名女子试图抓着孩子 让孩子的父亲阻止了他的企图 并大声呼救 这名女子继续跟随父亲和孩子 走到托尔所的台阶上 嫌疑人要求孩子和他一起离开 在孩子父亲第二次与嫌疑人对峙后 他逃跑了 警方公布了这名女子的照片 他为白人失踪式 身穿黑色的皮卡克 绿色斗帽 蓝色牛仔裤 黑色手套 黑色跑鞋 白色袜子 和蓝色无边帽 加拿大筹创 联邦移民部长米勒日前透露 为实现加拿大移民目标 正在筹划一项名为全面计划的移民所示 让更多深处加拿大没有身份的无人人士获得居留权 一路签证过期的外籍劳工和留学生 加拿大的移民目标是到2025年 每年引进50万新移民 联邦政府认为移民一直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同时也促进了今年来的经济发展 米勒指出新计划将包括那些临时工作者 国际学生身份 合法记录 该股 但后来这签证到期后 选择留在加拿大的预期拘留者 并和所有无证人员都有资格申请永久拘留权 特别是那些最近抵在加拿大的个案 汇率和天气预报 12月15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7.8元人民币 明天12月16号的天气预报 卧泰华 零下3度到2度 多云 多伦多 4度到4度 多云 温哥华 4度到7度 多云 贵贝克 零下13度到零下4度 多云 卡尔加里 零下5度到5度 多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